在油鍋裡滋滋作響 鮮甜干貝是不少人的最愛 但就因為干貝單價高 有不肖業者會混合魚漿澱粉 節省成本 但真假品實際上可以辨別 用低一點醬油在干貝上面的話 它的紋理會顯現得更清楚 一滴醬油就能識別AB貨 重煮干貝的話它會比較泛白 而且在干貝表面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較沒有紋理 師傅建議買有日本官方認證貼紙的 就是真干貝 你的貪小便宜拿到刺激品 北美多隻的帝王蟹腳一剪開 香氣四溢 光是一隻腳就不便宜 儘管帝王蟹難造假 但同樣也有優劣之分 抽大隻帝王蟹只要市價一半 會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帝王蟹幾乎已經奄奄一息 這種大多屬於現撈 但要是冷凍時間長 隔制太久 帝王蟹也會狀況差 因此帝王蟹市價 熟動一隻大約一千到一千八百元 生動一隻大約兩千五到三千元 活體則是一公斤兩千元 想省荷包民眾不一定要買活體 可以選擇熟動吃起來同樣鮮 熟動一般有的會在船上 直接抓起來之後 他就直接把它煮熟 然後一樣丟炒地溫 生動一般可能我們自己要去 可以改變它的料理 譬如說我要炒 要煎 尤其現在賣水產大多是網路銷售 其中海鮮直播更是利益龐大 光是過年二十天檔期就有上千萬營收 還可能破億 但也更容易讓不肖業者 魚目混珠 經濟消費者選擇宅配或是到場取貨 畢竟超商電到店沒有審核機制 要是拿到假貨 賣家一神隱 求償無門 只能遇苦無淚 三選 楊欣 王家恆 黃玉帆 台北常報導 文綸 vision unpred 橫 那